不外怨了 不是 生真水呢 必须得真正的认不是 那比如说人有病的时候 他会病叫性 叫柔恶 虽然也有效果 但是呢 不如真认不是 真能够翻出良心来 这个效果非常快 而且是他能解决根本的 人必须得把良心翻出来 不翻出良心呢 学先生这个思想 他是不真受益 怎么要翻良心呢 翻良心呢 就是知道自己是谁 得找到自己的本心 学上讲人生在世 若不会当哪个人 就对不起哪个人 其实就是说 得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是干什么的 什么是真正的自己 四大街的人呢 都对自己定位不一样 如果说没有对自己 一个正确的认识 他不可能真的认不是 不可能真的翻出良心来 你像神界人 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巧许好多的 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这是他对自成的定位 他就认为自己 不可能拐骗 不为所欲为 自己就不对 他给自己这么定位 自己有便宜不占 都不对 像神界人呢 他以自己为核心 这次看别人不对 不看自己不对 比如说做一个丈夫 首先丈夫 他要认不是的时候呢 就看你对丈夫 这个名分 得到一个认知 你要觉得丈夫呢 娶个媳妇 就是应该为我服务的 我娶个媳妇 是不是要想服务的 他不会认出不是的 但如果说丈夫呢 他自己本位呢 他应该是零版全家 他是刚正 他居于火味 如果说对方有不对的地方 都是自己的不是 有个真正知道自己是什么 然后才能认出自己的不是来 先认上他自己人 所以说呢 他认为有一个人 美好都是自己的错 人得首先知道自己是什么 自己定位是什么 包括媳妇也是 媳妇到一个家里边 他的目的是什么 媳妇到一个家里边 是拖曼家的呢 还是去享福的呢 他如果说抱着一个 去享福的心态 他不可能认出不是的 他如果说 他认清了媳妇应该是拖曼家 他就能知道自己的不是 真正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之后 就能认出自己的不是 先生非常重视 认不是的 有天力有佛力有无穷之力 认不是的极点呢 是佛国 人在未成佛之前 他肯定有不是 所以说人认不是 他是没有止境的 而且呢 人越是修为高 他认不是认得越真 认得范围越大 你像先生呢 他的自己人 他认为有一个人 不好都怪自己 你像帝庄王菩萨呢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他认为 度尽所有众生 是自己的本分 就看你把什么 视为自己的本分 这就是四大街人呢 对自己定位不多 人呢 得真翻出良心 先生讲自己 与意见 其实不是别的 就是我们天性当家 找到我们自己的天性 就要找到我们那个本心 这个时候 自然然就翻出良心 自然然就能够 认出不是了 认出不是之后呢 包括自己的化性啊 包括自己的好病啊 包括自己这个修身啊 欺加啊 效果都非常明显 这个呢 得是真认不是 认不是呢 力量是非常之大 儒家讲那个圣读 读自在屋里坐的时候 感觉有十双眼睛 盯着自己 感觉有十个手指头 指责自己 说到底呢 还是一个自我认知 你要是就把自己 等同于度 神界人 把自己等同于物赐了 那你不再认不是 你要把自己看成佛呢 把自己看成是 这一两句人呢 就全都是不是 在讲这个认不是 老先生呢 他举一个例子 就人真能认出 故事的时候 他马上就不怀怨 息责两界人呢 他就会挑别人的毛病 他不会挑自己的毛病 一挑别人毛病的时候啊 非常生气 非常痛苦 一旦发现这个事 是自己错了的时候 他马上就不生气了 就是息责两界人 特别双标 双重标准的 对别人的标准 和对自己的标准 要求不一样 别人错了之后 气氛不已 发现自己错了之后呢 就眯着了 就老子了 然后先生举个例子 像小孩似的 你要是无缘无故 招惹他 他哭闹不止 他觉得自己很赞理 当然要是 只能自己错了之后呢 别人打的骂的 他也就是 瞧瞧掉几个铁垫 就说明人真正的 不是之后呢 他就真不怀怨了